平常他是科技公司的RD工程师 假日他化身为说故事的黑皮哥哥 就是我第一排 每一排的第一位 那时候是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去说故事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他 我是我觉得就是利他 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东西 他们给他们想要我去 所以我要去这个地方 那我希望在他们心中 就种下这个种子 去告诉他们就是利益别人的种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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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對攝影機揮揮手回臉 嗨 我HAPPY哥哥 有沒有想HAPPY哥哥 有 掌聲歡迎我們HAPPY哥哥 好愛好愛 鼓勵一起來 等一下 你第一張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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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張人好想哦 每個月固定到金竹縣寶石國小 擔任說故事志工 HAPPY哥哥陳喜雯 不只帶給小朋友HAPPY時光 還希望透過說故事 讓孩子們有不同的體會 好 好 就講故事其實最重要就是 就是那一份互動 因為你要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 你要讓他去思考 就是一個題目丟也還要 你要讓他去思考 這個地方 他在中國大陸的一個高原上 那裡沒有草 只有土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黃土 下雨天那個土上面的那個水 你們有看過嗎 有 他只能喝下雨天土上面那個水 那個水你敢喝嗎 我不敢喝 不敢喝 裡面有好多土跟好多細菌在裡面 但是他們別無選擇 他們不像我們 在我們的地方一打開就有乾淨的自來水 可以 所以我們很幸福啊 因為我們到處都有水可以喝對不對 多少錢 小朋友其實你不要看他 他是最 他是最需要挑戰的一點 因為他是 你每次去帶他 你都要想盡不同各種辦法 很多很多的教案或什麼 你要去想辦法讓他聽你說話 光這一點就很困難了 那這個遊戲跟 跟黑皮哥哥今天要教的這個題目有什麼關係呢 把我手上今天特別準備的這個 一公分的筆心發給大家 要利用這一公分的鉛筆 畫出我接下來的題目 NO 來 哪一隻喔 這樣我會嗎 哇 我好短的筆喔 很難切耶 我們都是 畫圖了 對畫圖 好 請看了 來 OK 來 開始 陳喜文和其他的故事職工 平常是一群忙碌的科技新貴 他們要在百忙之中 抽空準備有趣又有教育意義的教案 其實是個大挑戰 不過收穫最大的也是這群職工 他有傳授大家說 就是在上課的時候怎麼去陰腦 你們的書彼此都看過嗎 可以加另外一本嗎 真的我比較熟悉 房家最優秀的東西 不要 我只有外表沒有內涵 做工藝其實 其實為了自己好了 那就是 就像你會去旅遊 會去 會去看書 會去聽音樂喝個咖啡 那你也可以去做工藝 我覺得它都是一種習慣 但這種習慣如果沒有人 或者一個管道給你去的話 其實你會很容易去忽略它 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去改編的 那時候我們聯電的哥哥阿姨 還一起因為看到這個故事 它是一個叫馬曉梅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只有 有它還在 它沒有錢 所以它只能拿那一公分的鉛筆 捨不得丟掉來寫字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故事之後 在聯電募了 好像六百多個鉛筆盒 給當地的小朋友 然後這個繪本就是被 因為有人看到就把它畫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今天哥哥要跟大家 分享的這個故事 那這個人 這個人 他家怎麼樣 你趕快看一下 我好像講 好 你講 我好像比較平雄的 比較貧窮 為什麼 你怎麼看出他貧窮 因為他的屋子有點滑滑的 而且有點髒髒的 有點髒髒的喔 就是臉有點髒髒的喔 那時候心裡很單純耶 那時候其實沒有想太多 就是去跟小朋友互動 去跟小朋友講故事 就是那麼單純的心裡 對 那時候的我其實只為了 我坦白講我為了自己的 為了自己的紓壓 為了讓自己可以找回那快樂的感動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情 我在他們身上獲得到就是一份 一個很正向樂觀 然後很單純的心裡 這是我在小朋友身上獲得的 對 這是也是我一直 一直堅持帶小朋友的原因 對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 我可以每天很開心的過生活 對 對 一個很大的動力 一二三亮出來 人 什麼人啊 不是 老師 老師 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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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找回快樂和感動的陳喜文 從小就是個自由聲 高中時更是學校的風雲人物 對於輸這個東西 我在這方面可能有些 大家講有些天分這樣 對 然後就一直讓我就是 在成績上面是 不管是班上什麼 然後都是一直是自由聲這樣 高中那一年 高三那一年 代表了我們學校去參加奧林匹亞 國家奧林匹亞整選 物理整選 然後我就選上了 所以我是 我們學校好像是六七十年來 就是唯一一個 那時候的我最 最驕傲的一件事情 考上清華大學之後 陳喜文就像一般的大學新鮮人 在琳琅滿目的社團當中 選擇自己所喜愛的 以前參加過飲品社 飲品社在四樓的 還有一個吧台這樣 對 就是很愛喝咖啡啊 然後想說 哇 就是大學一定要來學 怎麼拉花啊什麼 怎麼泡咖啡這樣 所以我參加過飲品社這樣 對啊 所以就是大一的時候參加很多 然後一直到大一下的時候 你看 一直到大一下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慈青州的姻緣 所以我接觸到 因為他們在百物物嘛 我就接 第一次看到這樣一個社團 那叫慈青這樣 然後我就接觸到慈青 慈青 它會存 它可以存在這裡 就一定要找出 它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很單純要立別人 幫助別人的信念 我覺得它是慈青最吸引我的特質 今天只是我不知道 這裡有需要我幫助的人 但是只要你告訴我 我一定全往去幫助他 我經過任何困難的時候 慈青就是每個人 他都會來幫助我 就是比跟其他社團 他不見得是這樣 他可能只是 真的是待待活動玩一玩 但是那個生活的結合 並沒有那麼等級 陳喜文找到了 改變自己一生的社團 他不再追求書本上的一百分 反而利用多餘的時間 開始做志工服務 健康之福 我看到很多 比我還要不好的人 可能身體沒有那麼健全 或是很多方面 他沒有像我那麼 擁有那麼好的 甜分的人這樣 對 那我覺得在服務的過程中 讓我就是體會到 我應該更珍惜我自己這樣 這是我在清華大學時 推動一輩子一輩子活動 這是我們當時所推廣的 環保杯喔 校園中很多的飲料杯 應該是要被回收 但是大家都沒有去回收湯 我就希望 我們今天能不能推出一個活動 可以讓清大聲去減少 對飲料杯的使用 每個人自備環保杯 就能減少飲料杯的垃圾 這是慈慶社推動環保的初衷 他那時候就跑去新竹市找市長 然後帶著企劃書 跟他講解這個活動的意義 那很 就得到市長的支持 那後來不只是清華有推動 然後也到交大 然後也到旅客 後來笑 後來笑 我覺得我真的是天生 好像有一股不服務術的個性 所以我也毫不猶豫 拿起我手機 然後跟我們客子主要的 新竹市長的地方 直接播給新竹市長 當初這幾位同學到市長市來的時候 他提出這個構想 對我來講非常的新 我想年輕人有這樣的 好的一個意念 那算好像自己晚輩一樣 都給他鼓勵 這群年輕人的努力 有了實際的影響 學校附近的商家 陸續響應活動 幾年後 政府終於開始推行 帶環保杯買東西的優惠 這個活動 在什麼時候它會發酵 變成一個 全民運動或是什麼 你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 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 未來你會看到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去 沒有去做 你好 清大畢業之後 陳喜文考上交通大學的研究所 回清大陪伴慈青社的學弟妹 也成了她的責任之一 其他沒有多餘的活動 但是每天就是要 陪伴就是經驗的一個傳承 就像我們在開會 我們會把以前 我們做過什麼東西 去跟他們分享 我會把大方向做好這樣 對 至少讓這些人 不要偏離一方向 不要偏離當初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不要讓這件事情 只淪為剩下玩樂 就跟妞琴這樣放鬆 就是人多要發揮 一加一大於二的功能這樣 應該這麼講 對 如果一方是累追的話 一加一小於二的話 那就不太好了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組織上 會學到比較多 因為她需要組織 她需要溝通就很多 第一個 她的口才也可以練 我只是覺得這裡面欠缺那個角度 咬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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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但是唯有手沖 才可以足出一杯咖啡的愛 在裡面 工作忙碌之餘 陳喜文用手沖咖啡來放鬆生活 也用手沖咖啡來會友 為什麼要這樣子倒 為什麼要這樣子倒 人生第四 人生第四 看到高手煮咖啡 心動作而感慨 人生 要 及早奮鬥 將來才可以在年輕的時候 會自己泡一杯悠閒的咖啡 我當科技新貴 真是一個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啦 真的太誇張了 科技新貴 你是講兩句話 沒有 因為我科技新貴一點都不貴 我是最便宜的科技新貴 有什麼貴啊 對 貴下來的貴就對了 比陳喜文小三屆的羅玉 也是清大雌清社的前任社長 他很佩服學長 靠著電路專長 擁有了自己的房子 並且還在工作當中 兼顧志工服務 這些都是女生 我現在發明了十一個專利 這樣 一般大概二十上下 對 那好一點專利 可以拿到四十五十這樣 是 像我上一篇有一篇專利 就拿到了將近五十萬 這樣子 但是這需要花多久的精神 才能去 拿到這樣的一個狗狗 嗯 他需要很多想法 對 然後有一點 反骨不服輸的個性 我覺得台灣其實很富有創意 而且他有這個條件富有創意這樣 對 只要大家不怕辛苦的話 對 不要覺得說我只要安穩地做工作啊 然後做反正做我會做的工作 不去挑戰我不會做的工作這樣 對 所以我最喜歡就是老闆給我一個 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一種 西文區長是一個非常有熱情 然後很關心別人的人 而且他的關心的範圍是非常廣的 這樣的人其實是資金裡面非常需要的 羅玉也在大一時加入慈青社 曾經到遙遠的非洲去當國際職工 而陳喜文研究所畢業之後 各大科技公司真相邀請他加入 他選擇在新竹這片土地上 像炸炸根 今天有人捧著一百萬現金到我面前說 你只要加入我們就有這一百萬現金 你有心動嗎 呃 當下我只有問那個主管一句話 我問他說 我六日要不要上班 這些東西真的是對我來講最重要 還是去幫助別人 我一直在這兩個之間做選擇 但是我每次覺得的點都是幫助別人 如果今天我沒有加入慈青社的話 我今天的選擇不會在我現在這家公司 我今天的選擇不會唸 可能不會唸較大 如果今天沒有加入慈青社的話 每個人的夢想都是太大 我就是選擇我在新竹繼續去生根 然後把我可以去推動的東西 就是盡我的能力去做 困難 中午用餐時間 陳喜文不在餐廳 不在辦公室 卻在充滿色彩和繪本的小房間裡 專注手上的東西 你現在準備等一下說故事的那個 道具做準備 喂 你好 對啊 一公分鮮筆裡面哪有這些人物 不是啦 這是給他們 給他們 給他們用那個畫這個人物 所以還有除了一公分鮮筆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鮮筆 沒有這是先 我要先給他們體會 拿一公分鮮筆來畫畫跟寫字的那個困難 你那介紹你黑皮哥哥喔 沒有啦 我等一下要 這樣要打黑皮哥哥的廣告嗎 是啊 你不是在寫黑皮哥哥 不是 這是等一下給他們畫的東西 給誰畫 真不知道他們畫質怎麼樣 小朋友 對啊 好 給他們玩 海綿法 好 堅持就是 我其實我今天會設計玩樂的東西下去 但是我一定要讓它富有教育的意義在裡面 不然我覺得這個活動就只是玩 那慈心它的特別地方 絕對不是在只有玩樂 所以我就 我會很堅持在這個地方 26歲的陳喜文是RD工程師 選擇這間公司 是因為它有運行多年的服務社團 並且給予公益價 鼓勵員工從事公益活動 這讓陳喜文在工作和志工服務中 找到平衡點 一間公司 像我們公司在台灣 也許它算中上額公司 那它有一萬多人 那這一萬多人 只要每個人 就是一年花一天的時間 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你願意出來做志工 那全部我們整個公司 就會有一萬多天的志工 對 那有一萬多天的志工 那代表著可能有上萬的小朋友 或是老人 或是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他會受到這樣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值得 一年你可以影響 好幾十萬的人 你為什麼不去做 每個人只要花一天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 好厲害的 他說那你就乾脆每個月聚一次 一開始說天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一個月聚一次 我說我可能忙不過啊 可是他有發現 我今天早上出完好期待 中午趕快來 所以我中午就帶了便當來這邊吃 想要趕快出發 所以可能可以出發了嗎 你今天教一年級 二年級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難講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適合我 我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適合我 我的強度只能講到這個 那你可以 你三年級也可以講這個 三四年級 對啊對啊 我是想要講這個啊 半個室裡充滿熱烈的氣氛 這群年輕人很用心 針對每個年級 有不同的教育目標 同同學你今天是要教幾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要講 什麼樣的教材 可以跟三年級有區分 其實四年級跟三年級 他們都屬於中年級 對啊 理解狀況還多還不錯 對然後 可以講比較有深度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準備這一本 繪本他教你很特別 希望達成目的是 他們會給 現場的每一個小朋友 給他們鼓勵 去發現他們的優點 他們的特色 這本他是我的一個 小小小小的工具 因為前面 我會選擇 像中小學生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階段是 人生觀念教育很重要的階段 對他 很多的觀念教育 在這時候就定型了 在這麼小時候 去給他一些 正確的能量 正確的那個種子 種在他心田的話 就未來他發芽的時候 那個小蘇維很漂亮 你畫多一點 你的搖走就跟著攝影 對對對 你在旁邊 我們要來 第一次來以為 我是去那個 就是見習的 結果不是第一次來 因為跟我在一起 講故事的人沒有啦 我就被 我就被電線抓 推上去說 大概多久的時間去學校 一個月去一個學校 去一個學校 我們有三進學校 所以就是會 基本上就是 如果一個月四個禮拜 就是有一個禮拜沒有去而已 真的 如果你每一場都有參加的話 校長好 可以 歡迎 歡迎 謝謝 當發誓出現在校園裡 引起了一陣騷動 很歡呼 因為小朋友們知道 這些故事之溝 又帶來好玩的故事了 想說他家什麼都沒有 一進去家門可能 全部都不搶 拿草來引幼養 拿草來引幼養 這個方法不錯 還有沒有 是 來 來 有沒有 來 回家先跟媽媽說 回家跟媽媽說 但是他 很遠耶 他可能跑回家 羊就不見了 這邊是二 這邊是第二組 你們是三 我喜歡小孩子 就是 我覺得 在他們的身上 我可以 我第一個 我可以感受到 我的 我可以回歸我的同身 就是那個 很純真的個性 從他們身上 我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為什麼我長大之後 我在面對很多事情上面 想太多 對 我不能像小朋友一樣 很單純 看到一件事情 他可能就是一個 很單純的信念 要讓他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身上 看到這一點 我只要把一隻羊抱走就好了 我問你們 假如今天 你被一個壞人抱走了 你媽媽會怎麼樣 擔心 他看到壞人把你抱走 他會怎麼樣 擔心 還有咧 他會不會追出去 會 所以小羊 被抱走的時候 媽媽會怎麼樣 很擔心 很擔心 會生氣 所以他就把一隻小羊 抱在身上 然後往回家的路上跑 那個牡羊看到了 媽媽看到了 很緊張啊 因為有時候 我的小朋友被抱走了 所以就帶了他另外兩個小朋友 一起過去了 那時候的我其實只為了 我坦白講 我為了自己的 為了自己的 塑壓 為了讓自己 可以找回那個快樂的感動 所以我去做這件事情 那時候是我想要 得到什麼東西 所以我去做故事 但是現在 不是 現在是 我是 我覺得就是利他 就是他們想要什麼東西 他們給 他們想要我去 所以我要去這個地方 我的信念也是很單純 我希望就是 讓每個人未來都是 可以學習去幫助別人 讓每個小孩子 未來都可以 就是知道說 然後如果收到他們以後 長大了啊 或怎麼樣了 他們有時間 我希望他們也可以 當那個幫助別人 這是我對他們的期許 就是當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人 對 因為接觸此情 開啟了陳喜文 行中服務的熱情 他也在每天的努力中 逐步學現 讓世界更美好的理想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改變世界 其實沒有很困難 對啦 因為我覺得 只要你可以找到一群人 跟你有這樣共同的理念 然後願意去做一件事 一起做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 越多人加入的話 其實終於一天你的願望會達到 今天我覺得這件事情對的 你不去做的話 這個世界 不會因為你的改變 但是你去做的話 其實它的機率只有 百分之零點零零零一的話 對 但是你只要去做 你就有機會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現在很滿意自己的人生 就是我覺得我的 我不管在工作 或者在做慈善 我覺得它都是一體的 對我來講 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在一起的東西這樣 才會對的 在做慈善 我已是對的 或者今晚好 我這個人生甯 會有興奮 kiedy我來講 我這個人生甯 你不舒服 我看得不舒服 你在做慈善 你不舒服 我看得不舒服 你會有興奮 我��는這次 我會有興奮 那麵便